小米,给你一个特别神奇的食物 吃了就会增加三倍跳跃 不就是一个泡泡糖吗? 能有什么好神奇的? 这个泡泡糖可不同寻常 不信你尝一尝 是吗?这看着和泡泡糖就差不多吗? 糟糕,为什么我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被骗了吧? 其实这是一个增肥的药水 可恶,这个样子也太丑了吧 赶快给我变回去 在你的左边有一个减肥跑酷 想要恢复正常就凭自己的实力咯 哼,不就是减肥跑酷吗? 等我瘦下来再收拾你 这边看我先瘦到190斤 好家伙,一下边这么胖 感觉上楼梯都有点费劲 这还没走几步就开始喘了 然后再接着是180斤 这些都是常规的跑酷 不过现在体型变大之后 有点不太好操作 所以还是需要谨小慎微一些 嘿嘿,又成功收掉10斤 下一个是170斤 和刚刚一样自动跳跃走上去 偶叶,减肥成功 然后再接着是要瘦到160斤 伙伴,你们平时千万不要吃垃圾食品 不然就会和我一样变成大胖子 这通过跑酷来减肥 真是太痛苦了 你们看,我现在的体型是不是小了很多 这边看我继续再减到150斤 哇塞,都是弹簧的关卡 不过只需要按着潜行就能轻松避开 偶叶,减肥成功 然后再接着是140斤 这边的二段跳也都太容易了吧 这不是游手就能过去了吗 伙伴,你们知道夜跑减肥的时候最怕什么吗 最怕的就是遇到烧烤摊 不然会越减越肥 下一个是130斤 都是冰块的关卡 虽然有点狡猾 不过只要按着潜行 按部就弯的慢慢跳过去就行 嘿嘿,请把实力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感觉现在身上的坠肉少了很多 不是我吹,就我现在的体格 一口气跑十楼都不带喘的 然后接着是120斤 看我继续冲啊 哎呀,表弟,你不要乱碰我鼠标啊 咳咳,刚刚你们什么都没看见 像这种距离比较远的方块 必须要一口气冲过去才行 哇塞,收到120斤 体重一下就恢复正常了 不过既然是减肥跑酷 这些还远远不够 我要收到之前的魔鬼身材 110斤的关卡都是藤蔓 直接爬着上去就可以 不是吧,这边还得再跳下去 弄半天爬了个寂寞啊 不管了,为了能瘦下来 今天豁出去了 然后再接着是100斤 都是三段跳的关卡 简单,只需要利用二段跳 然后再借力跳上去就可以了 嘿嘿,又成功收掉10斤 最后一个就是90斤的魔鬼身材了 居然都是四段跳的关卡 就这儿 看我直接用百段跳飞飞中上去 哇塞,终于恢复到 网制的那种身材了 可恶的图妹妹 看我现在怎么收拾你 沈摩,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 小迷,你自己在这里慢慢玩